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雷 阿雷学了很长时间 然后从一个建站的小白 到慢慢的建成了一个这样的导航网站 那这导航网站呢 第一个就是我把自己看到的这些东西呢 放进去给他完整的进行一个归类 然后第二个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方便 同时也给我提供一个方便 因为我有时候接触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我今天看完之后 无论是收藏还是怎么样一溜烟就忘了 那忘了当我自己再想起来的话 就重新的还需要去寻找 这个太浪费我的时间了 我相信大家也是这样子 所以呢我就制作了一个这样的网站 那这个呢 它主要是分成了这个影视资源 软件资源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众的这个在线的资源 因为的有一些东西 我目前还没有添加上去 那我后续有时间的话 我也会慢慢的把这些我自己整理的很多的资料 整理的很多的网站和软件的都会放在这个里面 大家呢可以先收藏一下 我也会贴在我视频的下方 下面我们就回归正题啊 就是百度网盘不限速 其实很多人比较困扰 第一个呢就是不想花钱 第二个呢就是很多的资料存在百度网盘里面 包括前两天奶牛网盘已经发了一个公告 就是不再给这些免费的用户提供这个空间了 说实话在中国做网盘尤其是免费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你看之前所有网盘基本上都倒了 下面我们就来说这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Kingdom这个软件啊 这个作者呢也是 目前唯一一个还一直在更新 关于此类不限速软件的一个作者 反正我还是挺佩服这个作者的 那这个是他的官网 那你可以相应的下载 呃windows版本 或者是安卓版本 包括他的这些引擎等等 呃我已经下载了 然后这个最新的版本 因为Kingdom已经推出了一周年了 呃所以呢 他最新的版本 我试了一下还是挺挺好用的 但是这个软件呢 他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太稳定 呃有时候能用 有时候不能用 好 然后呢 我们下载一下来之后呢 之后我们点击同意 呃 我之前试过还是挺可以的 呃 这边呢 也跟第一次用这个软件的小伙伴 简单的介绍一下 如果你之前用过的话 后面就不需要再看了 那最新的软件 他是需要登录你的账号 登录百度账号才能 呃 不限速下载的 那现在呢 我们找一个资源 好 然后他是1.8个G的大小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点击下载 好 然后就需要登录你的账号了啊 不登录账号 你下载个屁 好 那现在呢 我就找到我的一个 呃 没有开会员的一个账号登录 直接扫码比较简单 登录完以后呢 这个就是我的这个网盘 大家可以看 现在他不是会员 他是普通的啊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下载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载的速度啊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这边也是可以调用IDM的 然后我这边呢 就用他直接用他内置的下载器 内置下载器下载的发现比IDM下载还快 那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正在请求我们稍等 这边呢 这边呢就会提示你的账号已经被百度云限速了 那就是他这边有一个提示啊 就是请点击确认开启云端解析模式 云端解析模式就是跟你的账号好像没什么关系了 开启需要将你的Cookie提交到云端进行解析 这个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他需要把这个Cookie提交到云端嘛 所以如果你信任的话 那你就用不信任 那你就不要用了 毕竟这个东西大家明白 是吧 你要是不缺那点钱 最好还是开个会员 或者是你在申请小号 那我这边呢就给大家测试啊 我就点确定了 好点击确定完以后呢 我们呃 验证密钥 然后呢你就需要去他的电报 他的电报的频道里边呢 就是每天会更新这个密钥 就是这个密钥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密钥才能够去免费的下载 然后我们复制这个密钥 然后粘贴进去 可能因为如果不用这个密钥用的人太多了 可能他也受不了 所以呢就有一个这样的密钥 呃也是相当于一个限制吧 好提交完这个密钥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 那现在每秒的下载速度是38兆 我这边呢是带宽是300兆 所以他已经到极限了 呃但是呢有时候也也会出现这个下载失败的这个问题 呃你那你那你就多呃多点击这个右击这个资源 然后点击这个重新下载 继续下载 然后就可以了 好像最近kingdown 也支持这个磁力和种子了啊 然后现在再回到我自己的网牌 然后点击这个找一个资源 找一个大点的这个也是1.5个G 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大家看到了这些速度也是挺快的 这边还会发现了就这样 比赛非常好 这是4月拍摄的这个视频 给你先拍摄的这个视频 这是1月9千万里的一个酒量